各位法师 各位祭祀 大家好 我们继续看大圣33卷 请翻开讲义951页 菩萨摩萨 欲不起千辛 破戒心 称慧心 懈态心 乱心 痴心者当学波罗波罗蜜 那这六种心是不好的心 就是会障碍六波罗蜜门 所以我们要用不失来对峙迁吝射的心 用慈禁 施罗来对峙破戒心 用忍辱来对峙慧心 用精进来对峙迁吝心 用禅定来对峙散乱心 用般若来对峙痴心 那谦心 如果我们又谦心的话 布施就不清净 就是不能够以好的东西来布施 即使能够以好的东西来布施 也不能够多给别人 有的只能够给身外之物 不能够给内采的布施 即使能够内采的布施 不能够全部给 所以如果我们要破除千辛 那需要写《波罗·波罗密》 知道一切法无我无我所 知道一切法都是空如梦如幻 有波罗来破除这些的执着 即使身外之物 或者是自己的身头目骨髓来布施 就像布施草木一样 菩萨还没有得到长不起千辛 应当要学《波罗·波罗密》 第二个是破戒心 诸于人离欲得到故不生破戒心 菩萨行波罗·波罗密 不见破戒是 戒 它是一切诸善功德的住处 就像地一样 它是一切万物所依止的基础 所以施若不清净 三昧不现前 戒若不清净的话 就不能够得定 如果破戒 都不能够得 比如说圣文道 或者是壁知佛道 那何况 破戒人 怎么可以得到无上菩提呢 所以不生破戒心 菩萨不要起破戒的心 菩萨还要这样的思维 菩萨 他本来就是要安乐立一切众生 如果破戒的话 恼乱一切 不但自己起苦恼 而且还恼乱别人 所以菩萨不应该生破戒的心 连心都不起 连心都不起破戒的心了 何况生口去破戒呢 当然不会 第三 称慧心 小圣及诸凡夫 都不应该生称慧的心 像一般的正人君子 不应该随便起称慧心 何况是菩萨 他发无上菩提心 要立众生 怎么可以随便起称慧的心呢 身为苦气 法治受脑 我们身 无因甚苦 身本身就是苦的 你即使没有继续伤害他 他一样生脑病死 无因甚苦 对不对 那理当都是自己会受脑苦 所以之前有提到忍波罗咪的时候 众生他本身他就是苦的 你受了冤屈不用去报复 他本身一样是苦 一样会生脑病死 不需要你再去报复他 自己又另外得了罪 譬如犯罪之人 自己招惹了 刑罚 或者是杀身之祸 那这是犯罪的人 他自作自受 不应该满怨其他人 我们只要 好好地守护 精化我们的心 不要让他起恶念 更不要做出来身口的恶事 譬如人 他一遭遇到狂风暴雨寒热 有碰到这个 你跟这些狂风暴雨 你起撑的心也没有用 你自己好好去找地方好好躲避 穿暖一点的衣服等等 这样就好了 起撑不能够解决问题 附作思念 菩萨他上求佛道 以大悲心为本 如果怀了撑恨心 度众生的悲愿就会失去 撑慧之人 他连世间的热都不能够得到 何况是解脱道的热 或者是无上佛道的热 一起撑恨心 这热什么热都没了 撑慧之人 自己都不能够得热 那你怎么还可以 有热跟人家分享呢 所以我们要去除撑慧的心 第四 懈怠心 懈怠之人 世间殊胜的事都不能够完成 何况是初世间的无上佛体呢 做世间的无上佛体呢 更需要精进 比如专目取火 你就没有一股作气 经常停止 中断 那你要专目取火 要得到火 根本是遥遥无奇 第五 乱心 散乱之心 譬如在风中燃灯 虽然有光明 但是因为它摇晃 不安住 不能够明显地照亮物体 散乱经中的智慧也是一样 我们要观察 各方面要有定为一指 这样智慧光明才能够显现 充分发挥它的功能 智慧是一切善法的根本 如果想要成就这样的智慧 那必须先要设心 才能够成就 譬如狂罪之人 自利或者利他 好坏的事都无法分辨 都没办法了知 散乱的心 也是如此 世间的好事都不能够好好了知了 何况出世间 那更不能够了知了 侥心散乱的话 第六 痴心 愚痴人的心 一切成败事 皆不能及 如果愚痴的话 怎么样做才能够成功 怎么样做会导致失败 他也没办法做正确的判断 那世间的成败事都不能够了知 何况是 微妙的生意呢 彼此的话 当然更不能够了知 譬如没有眼珠的人 没有眼睛的人 就容易堕落沟坑 或者是入非道 或者是入邪道 无智之人也是如此 因为他没有智慧厌的缘故 取着邪法 不受正见 像这样愚痴的人 世间浅显浅静的事都不能够完成 何况深远的无上菩提呢 当然更不能完成了 那我们怎么样对峙 这些千心 破戒心乃至痴心呢 那就需要修般若波罗密 我们修般若波罗密 能够通达我空法空 能够去除这六臂的种种障碍 能够净化六波罗密 所以说菩萨如果想要不起这六臂 六臂就是千心 破戒心 秤慧心 懈怠心 乱心跟慈心 不起这六臂的心 那应当要学波罗密 好 下一段 波尔经说 菩萨摩萨 想要使一切众生 安律于 布施服处 持戒服处 修定服处 劝导服处 还有预定众生 律于 财服处 法服处 应当要学波罗密 这里提出六种服处 六服 就是布施 慈戒 修定 劝导 还有财师 跟法师 这称为六服处 那什么是服处呢 这里举了两说 阿比坛言 福者 善的有肉 深口一叶 这第一说 他比较强调在叶 第二说 强调在果 一个是因 因缘的叶 第二说 强调在果 第一说 强调的是善的 善的因 第二说 果是无极的果 第一说 他们认为福德 所谓福德 是善的 有肉 深口一叶 第二说 富有人言 不隐莫无极 不隐莫无极 就是无负无极 所谓无极 就是非善非恶 果是非善非恶 跟前面的善不一样 那无负 或者不隐莫 他就是不障碍 圣道 所以者和 为什么他主张 这个福是 无负无极 果呢 他说 由善的有肉业的因缘 感得的果报 他主张是这个果报 前面是强调福德 第二说主要是强调福德的果报 福德跟福德果报不一样 福德是善法体 善法的体 有这个善法的体 他可以感得衣服 饮食 种种 这些福报 第二说 他说 由善的有肉业的因缘 所感得的果报 得到这样的无负无极的福 他认为福是指福德果报 这样的果报也称为福 譬如世间人说 能成大事多所承办 是你福德人 他是从果来看 这个人很有福德 本来福德是指他的因 他的善法 不过他说 你做的善法我看不到 不过看他 能够承办很多的大事 从果来看 代表说这个一定很有福德 成为福德人 好 那什么是六福 先略说三福处 就是布施 此戒 修定 这个是经常看到的 那广说的话 就是六福处 首先 看布施福处 什么是布施 有人以衣服 卧具 饮食等等 给人 这个就名为布施 那布施的体性是什么呢 底下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是舍心锁 就心生 这个施舍的法 这样的心锁法 舍心锁 是布施的体 不是这些财物 不是这些财物啦 饮食 不是哦 是指他的善的 舍 心锁 善心 那个才是布施的体 不是饮食等 就是布施哦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他认为布施的体 是舍相应的施 施 施心锁很重要 在佛典里面有讲 业有两种 一个是施业 一个是施以业 施业就是 异业 那由施所 发出来的 深业 口业 这是施以 已经的以 由施之后 产生的业 叫施以业 所以第二家的说法 它是以 施心锁 当作布施的体 那这样的施心锁 它是跟 舍心锁相应的 强调的点不同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首先外人问 布施 是饮食等物 那就叫布施吗 或者说 有什么其他的法 叫做布施呢 论主为大 这里举两说 有可能 不一定论主 个人的主张 有可能 引其他的 学派的说法 其中一说 主张布施的体 是舍心锁 它说 饮食等物 本身并不是布施 但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是 吃了剩 剩饭剩菜 我拿去倒掉 这个不叫布施 那 怎么样才是 布施呢 他说 以饮食 这样的东西 给予别人的时候 同时 心里面要 产生一个 舍心锁 这样舍 就是很舍得 不吝息 与牵心相为 就是我们 把这东西 舍出去的时候 把那个牵的心 牵探的心 也把它舍掉 不起牵探的心 这个才叫舍心锁 这样的舍心锁 才是布施 福德 所以福德 是指 善的舍心锁 不是说东西 舍出去 就是福德的 不是 下面 就从几个角度 来看 舍心锁的体性 或有漏 或无漏 也就是说 布施这个行为 有的有夹杂烦恼 有的是清静的布施 没有夹杂烦恼 像圣人 以无漏心来布施 那就是无漏 凡夫 那还夹杂有烦恼 这样的布施 那就是有漏 再来从善恶无济 来分的话 这个舍 它经常是善法 所以说常是善 再来这个舍 它是心锁法 罗始它是翻成心术法 不过一般都称为心锁 所以我解说 也大部分都用心锁来解说 它不是心王 它是舍的心锁 那这样的舍心锁 与心王相应 随心行 随心行 共心生 共心王而生 与心王相应 就舍心锁 它是心锁法 与心王相应 所谓相应就是 心锁跟心王 才有相应 设法 或不相应行法 那就没有相应了 要心锁法 跟心王 或者是心锁 跟一部分的心锁 才有相应 那这里说的舍心锁 它是与心王相应 所以称为心相应 随心行 共心身 共心身 与心王共生 无色无形 因为它是心锁法 当然看不到 你有什么形状 能作圆 舍心锁 它是心锁法 能作圆 这样的舍心锁 它是与相应 我们看角度39 与相应者 名 丝 是业体 业 它有丝业 有丝与业 特别是丝 这边的解说 它是业的主体 业 是由丝来发动的 所以丝是业的体 那丝也是 也是心锁法之一 那我们这样的布丝 这样的舍心锁 它与丝相应 所以称为业相应 随业行 当然也随着 这个舍心锁而行 业共生 它与丝 心锁共生 非先业果报 像这样舍心锁是修来的 并不是 无腹无疾的果报 再来 德修 行修 我们看角度四十三 所谓德修的意思就是说 过去从来没有修过布施 现在开始修 布施 这个叫德修 什么叫行修呢 过去已经修过布施了 现在还继续修布施 这个就称为行修 这个后面会不断地出现 德修 行修 再来 慧政 身政 请看角度四十四 所谓慧政 它是有智慧 心中行布施 这是心中行 有智慧心中行 这叫慧政 身政 那是以身来行这样的布施 这叫身政 一个讲到在心 一个讲到在身 那这样的布施 凡夫人得 那当然圣人也可以修布施了 这是第一说 认为布施的体是舍心所 第二说 认为布施的体呢 重点是施 施这个发动的力量 所以有人言 这舍法相应的施 是明布施福德 所以者和业能生 果报故 或业苦 有业 生到果 那施就是业 业的主体是施 身口不明为业 它是施以业 它本身不是业 是施以业 身口 从丝而生 所以 名为施以业 那时候才名为业 真正业的主体是施 所以 这里 他们说布施的福德 主要是施 那与舍法相应的施 主体是施 那布施有两种 一个是清净的布施 一个是不清净的布施 不清净的布施 底下举几个例子 直施而已 就是说 布施 原本 我们应该是 执心的布施 应该布施就要布施 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应该是这样子 布施本来是应该 没有特别的目的 应该以执心来布施 但是呢 有的人 是不为上司钱财 来布施 那有的 恶贺骂 人家说 你的很小气 为了阻挡人家的 居心谩骂 才不得不布施 或者说有的在布施的时候 又顺便在说 你是不争计 心不甘 情不愿才给 类似这些都是不敬施 或者无用故意 自己用不到了 清垃圾才给 或者跟某个人很好 才布施 或者为了求 求士 想要得 大势力 要得到权势 有人他不一定爱财 但是他要大的权柄 能够指使人 用布施 来得到很多的 势力援助 或者说有的临死 很紧急 快要去报到了 那赶快 赶快 让布施 做点 做点功德 或者有的 孤明钓医 要求好的名声 或者说 有人借着布施 想要跟 高贵的人 齐名 或者有的 嫉妒 基督 某某人 某某人 他那种人 他布施 也可以得到好名声 那我布施 应该也可以 种种 他不是说 自己起善心 是因为基督别人 等等 或者交慢 而给 说某某人 比较身份卑微 与见 他都能够布施的 那我是贵重大人 更应该可以布施了 那是起交慢的心 那有的是为了求福 发愿 求福德 来布施 有的为了求吉祥 或者是 消灾 免难 来布施 有的是为了 结群成党 才来布施 或者说有的 不一心 想要布施 但是善心两意 要不要挣扎半天 或者不恭敬 亲近受者 而布施 像这样 种种因缘 为了金事事 都是为了献身 好名声 或者是为了财富 某种因缘 来布施 与亲近相为 那就名为 不亲近的布施 亲近的布施 如经中说 他是为了 对自内心的烦恼 或者庄严心意 来布施 或者为得 涅槃 或者为得佛道 这样的低利 来布施 或者生亲近心 能分别为 帮助涅槃 就是借着布施的行为 破除千摊 破除焦曼 破除血剑 等等 来布施 下面这个披衣也不错 譬如 这个花刚开始 开得很茂盛 还没枯萎 色 非常好看 也很有香味 要布施的时候 就要趁这个时候来布施 不要等到花已经枯萎了 发臭了 在那里布施 所以我们要清静心的布施 也是一样 要称好的 清静的 美好的 这样的布施才对 诸天 诸天它有宫殿 会有光明 但是它如果不清静心 布施的话 它的宫殿光明就比较少 如果清静心布施 它的宫殿光明就增广 这个布施的业 这个行为虽然过去了 但是它得到了福德 乃至千问始终不施 譬如劝要 劝要比如说契约 在还没兑现之前 它都一直有效 好 再来问 这个布施的福德 怎么样让它不断地增长 答曰 应时失故得福增长 应时 应时也得随时即刻 也是应时 再来就是顺应恰当的时机 恰当的时机 这很重要 对不对 比如说有一个人快要往生了 你送给他一个精美的闹钟 这样事实吗 那不是吵死人吗 这个就不应时了 那什么时候是应时呢 如经中说 比如说饥饿 你给他食物 或者远行来时 走远路 各方面都缺乏 或者是空旷的险道 给他布施 或者经常布施不间断 或者时常念布施 不是说 布施下不为例 他不会这样 布施的心一直持续 这样的话 布施的福就会增广 如之前谈六念的念舍中说 再来 若大师故 得福多 如果我们行大布施的话 得的福也比较多 或者说 看福田 我们布施给好人 或者是佛 贤圣 或者是施者 跟受者 双方都清净 或者决定心施 不要三心两意 或者说 不是透过别人 委托别人给 自己亲手 来奉献 财物布施 或者说 所施的东西 不一定很多 但是尽其所有 像有一个老妇人 她想要供养佛 她一无所有 要燃灯的时候 她就一头长发剪下来 去供养佛 这是进水上的所有 能够全部拿来布施 或者拿东西 来布施给别人 比如说 用医药 布施医药 让人家的病 可以得到痊愈 交以物施的交字 有病痊愈的意思 当然也有交给的意思 或者说 用田园 或者是 奴仆 来布施给佛 给僧众等等 接着 谁能够做这样的布施呢 底下提到有声闻 也有菩萨 我们先谈菩萨 如是布施 唯有菩萨能以身心行之 底下提了几位菩萨 行布施的例子 首先谈 韦罗摩菩萨 他十二年布施以后 用装饰乳牛 然后祈宝坡 很多很多 跟其他的财物 饮食 非常非常多 布施以后 得到很大的福 感到很大的福报了 他也清静了布施 就是无量的财物 另外 虚地奴太子 以爱妻 还有自己的小孩子 布施 他舍 善圣白相 施以冤家 善圣白相 就是说 这位菩萨 他有一头像 这头像 善无不胜 他甚至把这个像 布施给冤家 自己入深山 另外他的爱子 有两个 施给十二丑婆罗门 还有妻子跟眼 施给华婆罗门 另外 撒伯达多王 自己绑他的身 施给婆罗门 类似这些 我们之前 在卷十二 谈布施波罗门的时候 都有提到过 请大家参照 或者施必王 他是割肉未因 这个故事也提过 另外 有菩萨 曾经当过兔 自己烤汤的肉 死给仙人 像这样菩萨 他本身经中 说的很多 另外有 声闻人的布施 如 须弥陀比丘尼 与二同学 为佛做经社 以无数千万事 他赶得 转人圣王的报 或者天王的福 或者施婆罗门 持一瓶落 来布施给众生 事事受乐 今世又得阿罗汉 诸受了中 受了底一 还有莫利夫人 供养徐布提 今世果报 当波士逆王的 王后 再来师婆供养 加瞻言 得今世果报 为 三头 波周头王后 另外 另外 也一位居士 供养 瑟利佛等 五百阿罗汉 即日的果报 另外有五百商人 得到他 剩下的食物 人人以 珠宝 映落给他 突然之间 得大付 故 故好为 处 处加托 像这样的布施 得今世果报 当之布施 仍以 说不可进 以上是布施 福处 底下 谈持戒 福处 这里提到 五戒福 五戒就不杀生 不多道 不邪云 不忘 也不饮酒 首先来 分别 不杀生戒 不杀生戒 先看看什么是杀罪 杀罪 需要具备几个因缘 就是 他故意夺命 故意 害 害 众生命 并不是 不小心 要顾杀 再来 是快心杀 非 痴狂 所谓快心 就是 自意行事 只读痛快 以这样的心 来杀生 并不是 善亂心狂 再来 要夺命 得杀罪 并不是伤 只是杀伤的话 这个等于是未遂 还没有放根本 不过还是会感到夜报了 再来 时已得杀罪 并不是 未死 再来 深夜 是杀罪 非口杀 就是 动手 动手杀 不是口 身作是杀罪 不是只有 心里 起一个念头 起杀心而已 像以上这些罪 我们遮止 不要照做 遮止 不要犯这些杀的罪 那就是 五戒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不杀生戒 的 戒相 底下对于不杀生的戒 从几个角度来分别 有人言 是无负无忌 就是说他认为 不杀的戒 他是无负无忌的 他认为他是设法 等于是不杀生的戒 生的设法 那设法有 在照做的时候 这个叫表射 那这个行为过去以后 有个无表射在 这个叶 杀的叶 还会引发 以后的果报 所以有表射 有无表射 那这边 跟不杀的体性就不一样 不杀它是新手法 这边认为不杀它是设法 我们看角度73 不杀的进 它是属于设 它不是新法 也不是新手法 那这个不杀 如果以三戒戏 跟不戏来说 它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欲戒戏 一个是不戏 欲戒戏 就是杀罪 只有在欲戒才有 社戒 这个四禅天 那边没有所谓的杀 所以是一戒戏 不戏的话 它是无漏戒 它不会再感得果报了 不会再感得三戒的果报 所以称为不戏 那因为它主张 这个不杀戒是设法 所以它不是新王 也不是新手法 那设法 它不跟新相应 心王跟新手才有相应 它是设法 所以它不跟新相应 非谁心行 或共心生 或不共心生 我们看角度74 或共心生 只论作色 与心共生 作色就是表色 生无作色以后 那就不明为共生 就是产生无表色以后 那就是不共心生的 非产ään 非与相应 我们前面说过 与是私心术 那这个不杀的戒是设法 所以它不跟私心术相应 称为非业相应 当然也不是随意而行 或供业生或不供业生 我们看角度77 业是失心所 如果这个菩萨戒是从心所法而发的话 我们就称为供业生 不供业生者 这个失心所就是造作的意思 造作因为业 戒它是色 等于是色跟心所 这菩萨的戒跟失的业 它并不是像心王跟心所 这样的共生的密切 并不是说像心王跟心所共生 这边的戒因为是色法 从这个意来说 不供业生 或者另外一个 即是业 那假如它本身 戒就是业的话 自己不以自己共生 故不得云共业生业 那这样的菩萨戒呢 非仙业果报 那不是之前做的善意的果报 不杀就是要修的 那修有德修跟行修 这刚刚有说过 开始修或过去就已经修来 有身正有慧正 或失为断或不断 这断有几种断 一个是见到断 一个是失为断 一个是不断 那这个不杀戒 它并不是见到断 它是属于修到位的失为断 或者是无肉戒 无肉戒 它是不断 离欲戒欲时得断之 因为前面有提到 这是欲戒系 那不杀戒 它只有在欲戒才有 唯戒在欲戒 所以离欲戒欲的时候 可以得到断之 那这不杀 凡夫跟圣人都可以持守 所以凡夫圣人共有 这个名为不杀生戒相 其他的戒随意分别 都道拉心等等 诸戒赞叹论意 如之前的四楼波罗密中说 接着我们看第三 修定福处 虽然经中说 修慈是修定福 这慈是心 慈悲心 所以这里一样有两说 一个着重在心的因 慈悲心的因 一有说 有肉的禅定 所能够感生的果报 一个着重在因 就是慈心 一个着重在果 看这个有肉的禅定 能够感的什么果 那修慈的因 还有包括 有肉的禅定 所感生的果报 总名为修定福 以欲戒多称多乱户 先说慈心为修定福 那慈的体是什么呢 这修定的体 这里提到慈心 它的体是什么呢 得慈方便 愿给众生乐 开始可能只是 这样子希望 这样子期望 的想法而已 但是 有的修慈无量心的时候 因为它要变无量的众生 十方都无量 开始 它大概只是心条柔发愿而已 并不能够实际上 慈敏众生 给所有的众生 一切众生乐 那后 实践受乐 就慢慢慢慢 慈悲心也广大 智慧也增长 实际上 给众生乐 这样子心相应法 名为慈法 这个慈 法门分别 或色戒系 或不系 视为真慈 色戒系 如果说真的要 修到定 那要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那这里主要提到是 色戒的 色戒系 或者不系 不系那是圣者 那这两者 名为真正的词 因为有方便词 它是欲戒系 我们请看角度八十五 是法或色戒系以下 明这个词 为从禅生也 或不系者 是无漏词 是为真实者 此两种词 从禅生 两种词 就是色戒系的词 还有不系的词 这无漏词 这两种都要以根本禅而生 那这个才是真词 它为的是要跟下面做分别 就是欲戒的方便词 明方便词 非正禅终生 所以只是欲戒系 就是说 他也修词心 但是还没得到 根本出禅之前 这个称为方便词 还没得到出禅 那就是欲戒系 那有初二三四禅相应的 这是色戒系 那另外 圣者 他超三戒 也修词心 那就不系 这样的词 常随心行随心生 这样的词 它也是一种新手法 所以它没有形状 没有格爱 这样的词心所 词的心所 它是能源法 心所它可以能源外境 比如说能够源众生的苦 观众生苦等等 非业 因为它不是诗 它是词的心所 所以它不是业 不过它本身虽然不是业 但是这样的词心所 可以跟诗的心所相应 所以我们可以称为业相应 而随业行 供业生 诗是业 词的心所 可以跟着诗 随业行 供业生 这个词 也不是心业的果报 它有得修行修 身正慰正 或思维段 或不断 思维段 在角度八十九 它说这个词是细法 凡夫修之 真犯天道 词 如果说它没有达到无肉的话 它是为善界所系 但是它也是善法 它修这个词 可以感得犯天 可以升到初三天 等等 所以它不是见到所断 它是思维段 那如果无肉的词 那就是不断了 离色界御时 得断之 它离色界的时候 才断除这样的细符 那这样的词 词心所 或者说修 词的三昧 诚次有浅有深 有的是 初禅的有觉有观 那这个词 有的 它是中间定 它是无觉有观 那有的二禅以上 那就是无觉无观 这代表说 我们修词心三昧 开始 还没得到根本禅定的时候 都还是浴界的嘛 那么在词心啊 慢慢慢慢也去除 所有的浴界的浴 可能得初禅 可能得中间定 可能得二禅 三禅 四禅等等 或有喜或无喜 初禅跟二禅是有喜 三禅是离喜妙乐嘛 所以三禅以上就无喜 或有喜或无喜 第三禅以下都还有呼吸 第四禅就没有呼吸了 义凡夫人 义圣人 这个慈心凡圣都可以修 或乐寿相应 或不苦不乐寿相应 乐寿 第三禅以下 这个有乐寿 不苦不乐寿 这个是第四禅 观一切慈心 给一切众生乐 但是 开始只是内心的条柔啊 众生不一定就得到快乐啊 所以开始是假想观 可是菩萨慢慢慢慢慢慢 他的智慧啦 福德啦 增长 他可以实际上自己 利益众生 所以后缘十一 另外 根本四禅中 亦过四禅 根本四禅中 我们对照最上面那一行 或色戒系 就是出二三四禅就是色戒系 过四禅 不细的人就过 过四禅 无漏啊 好 最后一句 一子嗜禅得者 劳固有力 这个对照最上面 方便词 御戒系 意思就是说 没有一子嗜禅而得到的词 方便词 还是御戒的话 那就不劳固啊 没有力 那如果一子禅而生的话 那就劳固有力咯 好 这个词也可以称为亲爱 他无怨无争 词能缘无量众生 名为无量 事无量进入无量 再来 词能够利益众生 能够利益 名为犯行 词心 其他的论意 以如事无量心中所说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